旋河之下黄河滩 60万居民安居难 水患之困 亟待过局 众民疫战疫情 三年60万村民 世纪大千建 如何实现 一个是群众生活变好了 第二个是滩区生态 变美了 三是发展后进更足了 四是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了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关注一项涉及60万农村群众的千建工程 九区黄河万里沙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 水少沙多导致下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 形成地上悬壳 黄河河槽和堤坝之间的区域就是滩区 在山东有60万百姓生活在黄河滩区之内 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闭塞和贫穷 也形成了炎黄贫困带 2017年8月山东省全面启动了黄河滩区居民签建工作 作为山东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 涉及人口最多 支持政策最优的农村群众安置工程 这项世纪大千建能否给滩区群众一个稳稳的家呢 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历秋节气收获将至 71岁的李正国在黄河岸边举行着一个小小的仪式 他很快就要离开这片住了一辈子的滩区 带上一头不香气息的黄土 再看一眼奔流不息的黄河水 每逢大讯村庄落河房屋倒塌家财尽会 三年攒钱三年电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日子 滩区人早就过够了 在滩区盖房最重要的就是地基 祖祖辈辈为水患所苦的滩区人为了避灾 将地基越建越高被称为房台 李正国家的房台就有两米 虽然后来村里将整村的地基都抬高了两三米 但乡亲们一到汛期依然提心吊胆 因为整个村台高低起伏 根本达不到当地二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家家户户建筑房台 在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东黄河滩区 曾经是随处可见的景象 居住在这里的六十万滩区人的生产生活 依赖于黄河水的馈赠 但河水屡屡满滩 百姓频频受难 2016年 滩区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足山东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滩区内贫困人口发生率是滩外两倍以上 转机出现在2017年 这一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把黄河滩区居民签建 这一民生工程作为脱贫攻坚重点任务 启动编制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签建固化 并因地制宜设计了外签安置 就近就地驻村台 旧村台和临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 驻地保护的五种签建方式 我们知道自古黄河多水患 安居难 出行难 上学难 取亲难 致富难 应该说是困扰了一代又一代滩区群众 那么2017年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山东省委省政府做出了 启动黄河滩区签建这一决定 要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呢 黄河 六经山东九个市 二十六个县区 其中有七个市 十六个县区 有滩区签建任务 居住了六十万滩区群众 黄河滩区签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改善群众生产条件 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所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2017年8月 山东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 实施黄河滩区居民签建 计划用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六十万滩区群众的 防洪安全和安居问题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 就是2017年 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签建的 一份规划 应该说非常的详尽完善 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难度 也是可想而知的 您还记得当时主要遇到了 哪些方面的难题吗 你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 我们在签建过程中啊 主要遇到了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如何过好群众管 滩区居住了六十万群众 他们虽然有搬迁的愿望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导致他们的想法不移 顾虑较多 实际操作困难较大 第二个困难 就是如何过好实施管 滩区建设的地址条件比较差 施工难度也较大 第三个方面的困难呢 就是要过好疫情管 在山东省资博市高清县 黄河滩区居民签建的消息传来 李正国老两口长舒一口气 他们的苦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 按照要求 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同意 才能整村启动外签 然而在第一轮的调查中 绝大多数村民却都投了反对票 除了故土难离的情分 村民们最担忧的就是不适应上楼的生活 更关键的是离自家土地远了 收入从国而来 最终让乡亲们彻底放下顾虑的 还是新建社区的各种贴心设计 每家每户的一楼都有自己的农具间 方便农民们存放舍不得丢掉的大建物品 六楼的电梯房 热水器天然气一应俱全 方圆两公里范围内 孩子上学有学校 大人就业有产业员 自家土地流转出去 还能收钱 在山东 六十万人的世纪大签建 选择外签安置的滩区居民 就高达十三点五万人 短时间内 要让安土重迁的滩区人舍弃故土 离不开安置小区硬件的完善 更离不开一线工作人员 虎口婆心的劝说 说实话很难缠 当时那真是甜甜苦 我好说甜甜苦 那烟因为好国民都是 一生气就上呼咙上烟 那你不可能不生气 你给他将来就是再多 你说来再多 你怎么给他将也是不关 何泽市东明县 是黄河进入山东的第一县 滩内常住人口达十二万 是山东省黄河滩区 签建工作的主战场 二十四个村台安置社区 二十四位签建指挥长 董青霞是唯一的女性 2019年 她被派到蔡元吉镇 指挥二号村台的签建工作 这里有六百户贪区群众 需要搬迁 用干情 他一说啥 你跟他记 你再不给他讲 那不行 别人跟他用 他感觉到你跟他用情了 他感觉到你对我 你给我说的 这政策 我能离得头 三百多个日夜 董青霞几乎天天吃住在工地 长期居住在简易潮湿的指挥部 也让他烙下了一道阴雨天 皮肤就过敏的病根 从那两年再美好过 说实话很委屈 你当时干了活 干了以后 老板再不立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 董青霞这位全县唯一的女指挥长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如期完成整村签建工作 巾帼不让须眉 她在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 交出了满分打卷 但是自己的生活 却留下深深的遗憾 我常年没穿过裙子 没穿过高级线 我也看一件穿裙子 我也想穿着裙子 没来就那种 我穿着裙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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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明镜与点栏目 我能不能帮 Requér 我当手目前何 cosa当手 我开始下班 那么在您看来 山东省黄河滩区签建工作 能够顺利完成 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山东的黄河滩区签建 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我体会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中央切块给予山东补助资金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水利部 黄委等有关部委 按照中央的要求 在具体工作上 给予了山东大力的支持 二是前期试点积累了经验 此前我们开展了探索试点 形成了一些配套政策和实践经验 为这次签建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是群众有搬迁的愿望 滩区老百姓饱受水患之苦 顺应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签建工程成为黄河滩区最大的民心工程 四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他们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攻坚克难 无私奉献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为了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在搭签建过程中有哪些减轻群众自愁负担的措施 说到这个资金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为期三年的搭签建 累计投资是高达371亿元 那么山东有哪些创新办法来破解资金的难题 在签建过程当中 资金筹策确实是一块硬骨头 必须动脑筋想办法 我们在工作当中 主要创新实施了五个一块的总体筹资思路 多挫并举来减轻贪需群众的自愁负担 让群众少拿钱甚至不拿钱 有这么五块 一是各级政府补一块 我们尽早地将中央补助的60亿元资金 和省基补助的90亿元资金 在滩区监欠支出就落实分解到市地 保障了签建工程的顺利开工 二是土地置换真一块 主要是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结于指标交易的部分收益 解决了融资难题 三是专项债券筹一块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措施 保证建设资金的需求 四是金融机构贷一块 打破了传统融资模式的路径 我们协调有关方面 累计发放签建项目贷款60多亿元 五是签建群众拿一块 尽最大努力 降低群众的自筹标准 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 人均不超过一万元的自筹标准 此外也有不少省熟企业 积极地参与 捐款捐物 支持摊区签建 通过这些努力 很多群众在签建过程中 不用拿钱 或者少拿了钱 有垃圾扣两分 楼道里停电动车扣五分 在泰安市东平县的耿山口社区 这样的卫生突击检查 既意外又寻常 住在这里的居民 都是从滩区的耿山口村 搬迁过来的村民 而带着物业管理人员 扫楼检查的物业经理邵泽阔 曾经是耿山口村的村委副主任 喂 喂 大家注意了 这个2021年8月份 将这个单元门关闭 和路透卫生检查一个通报 拼出了一下八个模范单元 模范单元能得到的 除了这面流动红旗 还有更实惠的奖励 那就是免交一年的热水费 这意味着整个单元少则12户 多则22户 每一户一年能省下 1000块钱的真金白银 从农村以前 几乎是无人管理 你没口垃圾扁的房 它没有集体停放的地方 来到社区现在以后群众 它养成这个习惯 邵氏方家所在的单元楼 每次都能平上模范单元 身有残疾的他 尤其珍惜这面红旗 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以前我个人怎么 我都没想到住这么好的地方 邵氏方患有小儿麻痹 妻子一级残疾 生活无法自立 搬迁之前 只能靠他一个人在村里 捡废品为生 一年能挣到1000元 这位曾经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万万没有想到 大千件工程 能让自己住进楼房 甚至还在社区的物业公司里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工资加上老家土地流转的收入 如今他一年的纯收入 能接近2万元 邵氏方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这本他记录自己工作情况的笔记本显示 没有任何一天缺勤 一把完整的扫把 不到一个月就会被他磨成光杆 地处黄河滩诸多老病残 为了解决村民上楼以后的就业问题 邵氏方所在的物业公司 是村委会特地成立的 不收取社区居民物业费 员工全是村里的村民 物业公司的运营由村委会支撑 而村委会的收入则来源于这家鞋厂 主要生产军用鞋靴 一年的盈利能达到100万元 厂内的员工也都来自社区 这样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又解决了更多村民的就业问题 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签建工程给滩区居民们 带来更丰富的就业选择 东营市立金县北宋镇是全省第一批旧村台改造提升项目 现在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直通滩外 路通了 企业也来了 全镇八个滩区村庄 不同的村台分别发展不同的产业 同家村的39座老房台正在改造成为民宿 南甲家村种植芦笋蜜桃发展农业 宜农则农 宜工则工 宜商则商 结合黄河滩区居民签建工程 山东延黄市县编制出台了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投资106亿元 建设44个产业园区 可容纳2.9万人就业 人均年收入增长3万元以上 一条千里绿色产业长廊 正言黄河 蜿蜒展开 就在近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 高度评价了黄河滩区签建工作 他说全面启动搬签签建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看到群众安居乐业 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总书记感到非常欣慰 那么在您看来 这件了不起的事情 到底给滩区和群众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变化 后签建时代 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事情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 黄河滩区签建顺利完成 滩区签建主要给滩区和群众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是群众生活变好了 第二个是滩区生态变美了 三是发展后进更足了 四是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了 滩区群众得到了实惠 发自内心地说党的政策好 社会主义好 发自内心地感谢总书记 感谢党中央 滩区搬迁虽然解决了目前群众的水患和安居的问题 但今后的乐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冬公司的重要指示 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滩区的乡村振兴抓好 抓好五大振兴 让群众既安居又乐业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共同的富裕的道路上 走上这条康康大道 这是我们一个愿望和共同努力把它做好 黄河滩区签建工程是百年大计 承载着中央和省市的重托 承载着滩区群众多年来的安居梦 如今的黄河滩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滩 黄河宁天下平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山东正在努力做好黄河滩区签建后文章 即百姓之所急 想百姓之所想 谱写新时代黄河治理的山东经验 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开拓创新 奋勇当先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ncon